姐夫 我来跟你学吹消了 学吹消啊 对啊 哎呀 这世道变了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以前要你学些音乐 琴棋书画的什么打击乐器的 还有吹消的 你都不愿学 现在突然怎么改变主意 想学吹消了 我姐说你好厉害哦 你是班长哦 教出了100多个很优秀的学生出来 那你不教我吗 哎 想当年呢 你姐夫婆呢 吹那首笑 特别是那种笑傲江湖的那首笑 真的是得了船县里面的第一名 哎 只不过时过境迁了 人老了 这后辈也慢慢上来了 你看我之前跟你说了 让你学点音乐 弹弹琴啊 吹吹消啊 你看哎 外面很多年轻人都会了 就差你不会了 现在学也是 为时不晚 哎 你学习吹消干嘛 突然想学这个 哎呀 我之前谈那个男朋友啊 他说他喜欢吹消 我不会 我又不想学 然后他就跟我分手了 哎 看来你是很爱你一个男朋友啊 不过吹消呢 这跟平常那些弹琴唱歌不一样啊 他是主要是断了那个肺活量的 还有口技哦啊 还有舌头舌头也很重要的 一定要对着那个肖 然后那就用力吹 然后那就哎 反正的话这技巧了吧 都要深度的慢慢去学习 这样啊 那必须的吗 那没事啊 有姐夫教我肯定能毕业 万事开头难 只要你呢 有这个心 你姐夫我呢 也会好好的教你如何去把握这个口技的啊 那是必须的 你看姐夫这么厉害 肯定也帮我教的很优秀 你看你姐平常她都不喜欢经验啊 我呢 经过我那么一段量 她吹消的技术也是非常棒了 哈哈哈 就是了 所以我姐说 一来找你是肯定没有错的 那既然想学那就人嘛 活到老学到老 有这个心就可以了 现在学呢还是晚上学啊 那现在去吧 生日不如转日 现在去我要上街去买那个猪饲料啊 晚上吧 好不好 晚上啊 对对对对 那我今晚上在你家吃饭 我叫我姐做煮点 可以啊 到时候我再深度的去练一下 你姐的吹消那个口气 顺便呢 帮你也去培养一下 两个一起吹 哈哈哈 那行 好 那你去忙 我在家等你哦 可以可以可以 那好吧 我去顺便准备一些那个吹消的学习资料 好吧 行 拜拜 哦对了 这个消的话 你就学大号了吧 哈哈哈 那行 我就买一个大号的 嗯好 走吧 拜拜 大号 嗯 也是 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女孩子 突然学大号吹消 对不过哎呀 就 从高入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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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